哈喽大家好我是艾饼 欢迎酒鬼们回到我的微醺酒馆 那么我现在呢跟家人在海边度假 现在是4点04分 4点04分的时候要干什么 喝下午茶 最适合下午茶的鸡尾酒是什么呢 在公屏或者留言区喊出你们内心的想法 对我来说我觉得最适合下午茶呢 就是玛格丽特 但是我今天要做的这个版本呢 是加辣版的墨西哥特辣玛格丽特 听起来就很爽 那我们今天用到的材料非常简单 有我们的Casa Jogonese Tequila 这个是Blanco 还有我们的君度橙酒 这个呢是龙蛇兰草的糖浆 如果你没有这个的话 用简单糖浆也是可以的 那最最最重要呢 我要告诉大家呢 就是这个清宁它是要经过煮的 那这个呢是我一个厨师的朋友告诉我 他说清宁你大概煮了10分钟了以后呢 它出汁 它那个汁就啪的一下流下来 跟没有煮过的清宁是很有区别的 那还有我们的墨西哥辣椒 还有一点点的盐 做法非常简单 我们马上开始吧 首先呢我们要给杯子做一个盐边 用清宁在杯口这里 蘸上清宁汁 我呢不喜欢在里面也蘸到清宁汁 因为我觉得盐边呢在外面就够了 不要去蘸到我的饮品 我不太会做盐边这个 大家有没有什么诀窍 每次不是沾太多就沾太少 缺一角的盐边就我们做完了 好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做这个加腊版马格丽特的灵魂酱汁 就是这个墨西哥辣椒 辣椒切开 把籽给去点 哇 好辣 Oh my god 把籽去掉之后呢我们把它切小 拿出你们家那个专门导汁的东西 如果你有那种研磨的石膜也可以 我们把它捣出汁 拉眼睛 首先我们的学科杯加入酥辣椒汁 加入我们30毫升的煮过的清宁汁 你看现在挤汁非常非常的容易 那这个呢是没有煮过的清宁汁 它又不太好挤 而且会挤得乱溅 这个煮过呢它就心情一按 把汁全下来 糖浆呢就取决于你爱不爱喝甜的 我不是很爱喝特别甜的 所以呢我觉得加10毫升左右就很足够 加入我们30毫升的均度橙酒 再加入60毫升任何牌子的blanko takila 那做这个玛格丽特呢 我不建议用那些成年过的takila 用这种未清成年的blanko是最好的 60毫升 哇 好辣 往里面加入冰块 给大家 摇一摇 讲出我们刚刚加了盐边的冰杯 冰直接都加进去 我们的下午茶特辣玛格丽特就做好了 终于到我们的适应环节 我们来试下这个加辣版的墨西哥辣椒玛格丽特 我觉得这个呢就是集合了酸甜咸辣的一杯玛格丽特 这个辣它很好地带出了takila里面的那个清草味 刺激清爽 哇 这个辣 特别的伤痛 那我最近会在这里待大概10天左右的时间吧 放放松 而这附近呢有一个很有名的卖生蠔的地方叫做Hot Island 可能在加州这边的酒鬼们都会知道 如果大家想看生蠔应该搭配什么酒喝是最好的呢 在上方空衣我给你们拍一起 那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拜拜 阳光好好 玛格丽特好辣